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全新播出季大戏看中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 新中国成立以来 现代戏的创作成为河南戏剧生产的一个强项 经过70年不断地实践 河南现代戏的创作不断地成长成熟 涌现出了许多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力的优秀作品 说起咱们河南的现代戏就不得不提玉剧朝阳沟 这部创作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经典剧目 经过几代人的演绎 现在依然活跃在老百姓的口碑当中 这不得不说是中国现代戏史上的一个奇迹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再次聆听那经典的旋律 咱们河南戏史上的旋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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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文章 Gardiğovichaja 订阅 杼阅 качестве 都是正在诡试は 好的 真正的音量 跟君度的白晨 录云翩 不把它对不起 加在亲 你都到夜晚 发个体验 体验操纵把山要颤囊 把山要颤囊 老人便用双手 把伤合打扮 多少汗水交在里边 交在里边 翻过了一家山 转过一刀啊 是吗 这块的种的是什么招架 这块种的是骨子 那块种的是活瓜 这一块我知道是你 对 不用说那一块是笔码 它不是笔码 是我呀 哈哈哈哈 我认识这块是井戒 它不是井戒 是指马 希望你倒在家 知道啥在说啥 别光说到外行话 希望你听见了 我笑出眼泪 小掉鸭 小掉鸭 哈哈哈哈 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 用最热情的掌声 有请出朝阳钩的四代 意识家们 是 我们看到这个场面 其实禁不住的就很激动 这真是一个 特别美好的欢聚的时刻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四代朝阳勾人 欢聚在大戏看中国的现场啊 在我的印象中 这应该也是朝阳勾人 在黎元春的舞台上 聚的最奇正的一次 所以我建议啊 咱们今天一定要 拍一张喜气洋洋的全家福 好不好 来来来 我们聚一聚拍个全家福 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下 这四代朝阳勾人啊 我是朝阳勾第一代 参宝的扮演者 我叫汪山扑 今年91岁 我是第一代迎魂的扮演者 柳南方 今年85岁了 我是第一代迎魂妈的扮演者 我叫杨华瑞 今年88岁了 我们是第二代朝阳勾人 我是参宝的扮演者 我叫陆兰祥 今年76岁 我是参宝的扮演者 我叫韩玉生 我今年80岁 我是阴魂的扮演者 我叫杨华瑞 今年71岁 我们是第三代朝阳勾人 我是二大娘潘秀云 我是参宝娘马兰 我是银环杨红霞 我是参宝盛鸿 我们是第四代朝阳勾人 我是参宝娘陈晓兰 我是银环康沙沙 我是银环郑娟 我是参宝张金涛 我是参宝孟振华 今天四代朝阳勾人欢祝一堂 我们看到的朝阳勾就是这样 一棒一棒地传下去 一棒一棒地接续唱 才有了我们朝阳勾 永远青春的色彩 永远青春的魅力 所以我建议 今天我们四代朝阳勾人 共同用一句唱 来赞赞咱们的朝阳勾 好不好 好 朝阳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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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年都是大风收 大风收 朝阳勾 六十多年长盛不衰 这期间一定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今天咱们就 左左都坐下 以欺舍舍执行画 好 三位老师好 桃勾勾是世纪经典剧目 但是我听说 当年接受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 只给了我们三团 七天的创作时间 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这个戏确实是练歇 带派到上演 就是用了七天时间 文化亭当时开了一个 劝声的文化剧张回忆 相助哪一个戏为这个回忆服务 就招作了杨兰纯 剧张说 老杨 歇息 七天必须地完成任务 杨兰纯 董元劝团认罢 一人不搂 采取了六水作业的方法 他歇两句 我们就派两句 歇两句 就扑两句去取 去了 延远就削那两句 七天确实完成了 这个戏在开延之前 还闹了两个笑话 头一遍令香了 要开幕了 杨兰纯过来了 哎 局长局长 千票开 千票开 还有几句太刺目心了 这局长啊 就肝肩拔开幕掉说 同志们啊 请你们原谅 这左者说了 这个戏啊 最后几句次喊不心了 请你们再瞪一瞪 又要开幕了 导演又说话了 哎 局长局长 前面看啊 这个戏还没有名字了 这个名字啊 当时谁也拿不出来 到底调个啥名字 这个杨兰纯脑子来得快 他在超阳沟 就在现在超阳沟那个地方 唱点生活 是在河南登峰的草 现在登峰超村 昨日就住在超村 又一个叫殷患的姑娘家了 这个姑娘就叫殷患 那时候啊 对 我叫殷患 那后山上又一个超阳寺 他忽然想起来超阳寺 干脆叫畅患狗吧 局长呢 就拔开幕调说 啊 有了有了名字了 咱们开演啊 这才开演 没想到这一场戏啊 演得特别好 掌声不断 这个全团人们很受苦 所以我们大伙都明白了 七天创作出超阳沟的背后 实际上是四个字 厚极勃发 对 正是杨兰春老师 和我们三团的创作队伍 长年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结果 三团每年必须 下农村三个月 和群主三痛 痛吃痛苦痛落痛 所以啊 这个好的作品的创作 没有什么捷径 就是要来源与生活 对 就是要以人民为中心 结底起 唱起积累 就是这两个问题 我还听说这个戏公演后不久 周总理就看了《朝阳沟》啊 对 那是这个戏演出以后 周总理跟彭德怀 两个人到河南施杀工作来了 身为安排的就是这个戏 总理清后说了 这个戏很好 你们可以到北京演出 北京人民肯定怀仰你们 总理最后还提了个意见 说其中举里边一个队长 改成支部熟悉 提显当的领导 就是在最初那个版本中 是没有老支书这个人物的 对对对 听了周总理的建议 就把这个生产队长 改成了老支书 是的 在基层啊 没有党组织 那就是一盘散沙 所以这个村支书啊 就是全村人的主心骨和领头燕 这个《朝阳沟》啊 真正风靡全国 还得从咱们这个 《朝阳沟》的电影说起 拍了电影 我们《朝阳沟》进一步了 我觉得插着翅膀了 飞高了 《朝阳沟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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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喝了个酒去煎 我难忘你教我看东春泪 你记得我教你看 游湖南 你记得你记得你 外面丫头你起死 我 朝阳光是咱们三团人 共同的骄傲 那对于朝阳光人来说 我们还有一份共同的荣耀 就是毛主席观看过我们的演出 并且亲切地接见了 我们剧组的全体成员 63年的4月31号那一天 突然接到一个通知 有整职任务要给领导演出 演员准备好以后 坐上一个大轿子车 人家来接就走了 听车了一抬头一看 哟 坏人堂 安耐不住地高兴啊 那一天晚上啊 这场戏演得特别好啊 哎呀 没有一个人处一点事故 演完戏以后毛主席啊 站起来就上台了 上学后啊 台上沸腾了 哎呀 这演员啊 光知道高兴 我这握着手跟着蹦 光知道蹦 连个毛主席好都说不出来 哎 最后握出去 我主 我和委员说说 你们的喜演得很好 祝你们演出成功 你才委员答了一句啥 什么 委员说 我们不会演喜 我能够感受到啊 演员们已经激动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这个喜演完以后啊 毛主席 还请我们吃饭 打回趟的大餐厅 吃了饭我到现在回味无情 哎呀 四菜一汤 这个四菜一汤啊 还一汤什么汤呢 鸡翅棉条 这个鸡翅棉条啊 咸子我相信了 还香 还好吃 我长这么大 没有喝过 弄好了棉条 担担的同志啊 吃完饭以后高兴了 了不得 吃饭的时候啊 齐延命 我秘书长都说了一下 同志们 今天 毛主席他老人家 请你们吃饭 他没有花国家的钱 他老人家 是用他的高费 来请你们吃饭啊 哎呀 大家听老以后 很受感动的 当年毛主席 不仅观看了演出 接见了演员 请大家吃了饭 而且毛主席 还去评了 银桓妈的一蹦三尺高 成立的那个老太太 不要蹦那么高嘛 她还是回了朝阳沟 人家是人民内部问题 是艺术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艺术问题 可改 可不改 在朝阳沟的舞台上 杨花艾老师 演了一辈子的银桓妈 可以说看着几代 银桓的成长 你看我们身边坐的 柳兰芳老师 就是您的第一代银桓 那个时候 刘老师您多大年龄 21岁 我从58年4月份 一直演到63年拍电影 今天这个第一代银桓来了 你看我台下看 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第二代第三代 第四代银桓 在这儿呢 妈妈 好 我们就来跟这几位聊一下 首先是我们第二代的银桓了 张雨婷老师 旁边是我们第三代的银桓 杨桓霞老师 2001年复排了朝阳沟 温云老师发现我 她给那个许欣老师 一起把我推荐给了杨兰春老师 我一唱完之后 她老人家很满意 最后我说 你怎么这么的像 肖伍云啊 她就是有着这种 突然间有这种反应 杨桓老师 您是迎环妈呢 您最有发言权 您觉得洪霞和温云老师 像不像 确实像 跟她也演过全剧 演戏当中啊 我跟她看 一看是她 我一想我就 我说这 我的鬼女回来了 有个事她太太像了 演的也很像 我就 一到那个时候 我就真哭 本来是说 演员应该控制程序的 不应该点哭 我控制不住 我失态了 我那个泪一直流 一直流 下去流了 我还在那流泪 我怀念 为人 很想念 魏老师 真的 谢谢 谢谢 那旁边这两位 更加年轻的 就是我们正在接棒的 第四代的 银环了 我是 10年 来到三团之后 演这个银环 我都觉得 我太幸福了 我是 13年的时候 我跟金涛哥 我们俩 由陈毅玲老师 给我们拍了一个戏 我们 为我们是 朝阳勾人 而感到 骄傲 自豪 今天呢 我们就请 杨花儿老师 和他的四代银环 共同为大家奉献 一段朝阳勾中的片段 送苹果 和他的四代银环 你才知道 不是天气 你再也再别怕 再别怕了来 转头当着空气 那朝阳勾官路不平 山有方都有陈 我见识多少家人 小靖手 来那里 出头去 你也出不远 全村里没有 错奶依我 千不改万般 互相乱说 你只书听说你有鸟饼 催我回来 照顾你只可 二大娘听说你有鸟饼 她叫我给你 哪来的屁股 甘地娘吹我 快回来 怕你难过 把雷诺 伤口里人情离开 你不该细心欺骗我 就算是你言吧 我做错以后再不过这么做 你怕我一心为你 怕你难上走 守着我二大门 叫你当天愿意不断 才要去办 那个牛佩佛 既然今天一回来明年才有我 好大修 旧城堂子五万别比 业人的农民乘的一夜多 没有农民乘的一夜多 没有农民乘的乘的春国训 是什么 没有农民大发展 社会主力再坚持 我算你意吗 我说错 你敢弄烟 我拥护可就是 我与长年两分隔 啊 四个山又跟河 一片凉堂又半茶 你要像我来看看你 我要像你 你要看看我 妈呀妈再不来 来唱出电话吧 我说 啊 啊 你这边前边就一边 处处想着 那浪山河 你我说 说什么 妈呀妈 你手不锁 好吗 你气死我 你也帮到农村去吧 啊 啊 啊 咱母女一块儿搏生活 小山河里家是 什么人要我亲自去回国 你说他家什么人 他爹他娘是老婆 啊 想见那个傻子 野丫头 还有那个傻娘 搞老婆 野丫头 跟那个辣椒嘴 搞老婆 搞老婆 我想着 找老婆 不是你 我说了 你敢把我的舌头 妈 你将你 不将你 我不将你再用客 你也不将你我就走 今儿子不要 你敢讲我 是我 我就从马上走 你那你丫头 我的能力 山宝有一段 筷子人所看一段叫 我坚决在农村干它一百年 今天 四代山宝再聚首 我们都看到也感觉到了 一代又一代朝阳沟人 要把朝阳沟 唱它一百年的决心和信心 所以今天呢 咱们就有请四代山宝 共同为大家畅想朝阳沟中的唱段 我坚决在农村 干它一百年 四代山宝 放梁沟在说宵 放梁沟在说宵 成长大年 看 笑不清風 無法不擋 我三郎 你叫我看 東村入園 你記得我叫你看 流出來 東村入園 為人命本身碎苦 流浪為祖國馬日血流桿 咱看了一遍又一遍 你能被停來 我紅被穿 我也曾感動地流過眼淚 你也曾寫是絲 鐵在窗邊 咱兩個保密有共同志願 要絕心做個 幼稚情願 你說我 當腳趕 擦手趕 擦天 用頭皮捲手 講假策 你說的話 整的話 你一字一字 千萬萬 想想想你想想想你也是微微糞 也有什麼恐怖不擺 那是難 你要遠走 你就走 我借天台海洪从海 看他一百 接下来就来说一说这个宣宝娘了 我们旁边的这个卢老师 我是7年5月16号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尊 5月16号调到我们餐团来的 我来了比较晚了 第三个我参加了 我来的时候他们都开始对刺了 老杨把我交到大根 他说我现在把举本给你 今天晚上你一定得把这个举本背回他 哎呦一晚上没有睡觉 一晚上没睡 一晚上没有睡 一直跟他背刺 说句两句话 我当时我是很害怕 很切 开始叛脸的时候 我说我确实有点紧张老杨 他说你不要害怕 要放大弹 打弹打弹去 这是他给我思想上给我一种安慰 81年 是因为我们洛杨团在郑州那个录音 就住在那个招待所里面 我那天没事 我就唱 唱一段唱一段 唱完了就觉得嗓子渴了 我就拿暖瓶出去打水 哼了哼了一开门 哎呀不吓一跳 暖瓶都错点飞了 有个瘦老头 可瘦可瘦了 然后弯着腰在那扫地吧 他还没有去 太用心地扫 他偷听呢 说在门口偷听呢 这老头就问我了 刚才是你唱的 我说对呀 他说你再给我唱一段 我说你谁呀 他说我是咱们一块的 哦 我说那行吧 我说你想听啥 他说我想听你唱个什么什么 我唱了一段 你再给我唱一段 哟还点上戏了 又点了好几段戏 唱完以后说 哎呀你是哪毕业的呀 我说我是省医校毕业的 你为什么不来三团 我说三团要吗 当然要了 我说那你要呗 后来才知道 那个瘦老头 是杨兰春老师 原来那扫地的老头 是位世外高人 后来呢 这个事就过去了 91年我就调入三团了 是 调入三团以后 杨兰春老师经常 把我叫到他家 我们一块说戏 弹戏 其实 当时我真的是非常感动 为什么呢 你想想从81年 一直到91年我进团 老人家就一直操心着 这个小帅猫娘 杨老师对您有治愈之恩 对 所以您到现在心里都一直很感激他 非常感激 这种情是任何情代表不了的 非常理解 陈小兰老师 2009年 十年前 建国 60周年 献离演出 第一次 那是我的首场演出 这十年过去了 我现在感觉越演越紧张 越演越害怕 我感觉和老师们的距离 相差的还太远 太远 我还需要 加倍的努力 我觉得今天机会难得 我们三代的双宝娘 都齐聚在我们大戏 看中国的舞台上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各位老师 共同来唱响 双宝娘的经典唱段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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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能志愿者 如果能志愿者 不要怕 那這好手丟 令日本百百勝勝 那個 Eine 全家人 連你用圖口這個 啊啊啊啊 你有谁 陈豪夏女傻人 咱队里一乔钟 和妹妹一咕咚 两个投球负 她也俩最最后行 我在家里把饭做咱全家 弄成一足手 为爱民丑 伤 啊 啊 再次行 回 今天我们听了看了 四代朝阳沟人的讲述和表演 我想我们大家都找到了 朝阳沟长盛不衰的密码 那个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与时代同步伐 以精品奉献人民 也只有这样 我们的文艺作品 才能够立得住 才能够传得远 今天机会难得 朝阳沟四代人 共同齐聚大戏看中国的舞台 就让我们大家 共同畅想那段 快智人口的亲家母对唱 来向我们的经典 朝阳沟致敬 新家母你坐下 咱们说说知心话吧 ống trenches IfI 去呀母在东方下呀 咱们说得来一拉 我告诉你到俺家 穿上个人拿下 从俺家你带家 知道是你常见我 除非没有带妹子 十一娃娃一串家 你到他家看一看 不必什么该什么 坐来了一场幸福不在 新年新年新年华 在家没有中国帝 有付出吗他没有呢 家里你都能带 十人家了九人华 就看家里有文化 我说你当一个赏 赏 当一个农爷可学家 对 当一个农爷可学家 在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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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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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物的优秀的现代戏 应运而生 他们都真切地 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 中原广大农村 发生的深刻变化 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就是欲据倒霉大叔的婚事 接下来我们就用最热情的掌声 有请出 倒霉大叔的婚事的 原班人马 掌声 而这边 煤 放吹带 真 emotion 咋说 爹 他大行走 我叫你给我买的小毛鱼了 爹 帅人家门口了 好好好 我给你买的包子火灰 都给你放到家里了 走走走 咱回家趁热吃 走走 我听勾断他老婆说 你想再找个老板来 没什么回事 不说了 别跟他不说实话了 哎呀 老哥 不是那兄弟我当面吹你了 咋说 就凭你现在的条件 你别说实了 苦楚老婆 就是年轻媳妇 都争取给你打板你当的 你到屋里刚刚有个人 白天散对影视反应 夜里从把电视看 开来组成鸡脑彩 针上没交端着钱 你往郑州再出差 嘿 跨着佛容管公园 坐飞机 看后山 再到户里画画船 日子四明天 塞过火神仙 至少都活一百年 嗯 没论的大叔 你不是求人哥的吧 我要再求你 我都是喝的真大了 等等等等等等等 我领来了吧 领 领来了 你又知道我上岸表没 咱又是女亲家 咱这秦庆车里呼叫我咋的 你说咋的 那你说咋的 我说这声啦 不容 你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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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开心 你 那这亲家一见面就抄 抄啥呢 这门秦史啊 我说了算 我懂 领来了 发生累了 发生累了 哈哈 说了 我可不吃那熊猫烫了啊 这些 多天不见 又漂亮了 哎呀 真是 说了 来来来来 几个赞 咱俩围绕最新宽的 收集 照一下 来来 大姐 娘 我可不认这个爹 爹 我可不认这个娘 主子 别说了 别说了 小嘎 来了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赶紧解决这个矛盾吧 你看你看超成慢了 俗话说 清关难断家务事 解灵还须戏灵人 谁编的戏 咱就让谁来解决问题 我们掌声有请 倒霉大叔婚事的编剧 齐飞老师 哎呀 齐老师好啊 今天倒霉大叔婚事的剧组大团圆 一见面 就又为了倒霉大叔的婚事炒起来了 你来调解调解吧 哎呀 自己日事回去自己解决 哎呀 他也没有办法 倒霉大叔的婚事是1985年创拍的 对 这样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34年 演了多少场了 6000多场 哎呦 就是它是一出喜剧啊 它为一代又一代的观众送去了多少的欢乐和笑声 但是我也听说了 这部戏也给我们的主创带来了很多甜蜜的小烦恼 是的 这都是其大编剧一手造成的 对 你先说吧 哎呀 这些倒霉大叔的婚事 我真是非常倒霉 虽然写了这一个戏 到北京去演出 每天晚上 他们跟他送玄花里领导接见的 我坐在木条边跟蜡烛当长颖舞 看看谁来了 而且钱财在演出我跟他捐字幕 好有时候晚上呢 还在出去拿出钱 去他们堆高架票送朋友 你说这倒霉不倒霉 别说了齐飞 你还有我倒霉 自从演了这个伟书呢 不但姓该了 走到那儿又喊 魏老师人魏老师 另外呢 好多影视剧 导演他们都找我去演寡妇 我趁那儿瓜妇专业户了 还要折祸 跟着折祸 这兜了一辈子美 你们说俩俩大当戏 生活当中 人家都认为俩俩是一戒 去那儿演出来 人家说 唐老师你咋自己来了 任老师咋没有来 我说任老师我咋知道了 我说那不是一戒的吗 俩俩咋能是一戒的 就是舞台上的大当 生活中的同事 这绝对不是一戒 你说跟着你说这这这这 被一辈子亏 别说了别说了 当了一辈子劲了 当戒都当戒了 在李延春还在丢丢人 回家说什么 我真懂生命 我真懂生命 你俩真不是一戒 你看这火他真不是老师人 你俩别把这操了 你们俩俩事 和俩人自己继继吧 唐老师我看你也别解释了 大伙都看明白了 这是不是一家人 胜死一家人 咱们剧组就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 是 别干说了啊 要说最倒霉的还是我 我这一生回到他手里了 哎呦这严重了 什么情况 我靠不容易 我脸上哪些功夫啊 您原来是主公 我唱五声的呀 可不是个人喷的 哎呦都是正面人物啊 都是功夫了得的呀 哎呀 英俊小三 目烧齿库 哎 这结果来 刀妹大叔 一言回了 把我这一切 全部长从万 谁也想不见我这厂屋生的 一厂屋找我这厂丑的 哎 给他汪上门 还给他软扁 总愿命抽 控吃 哎呀 第二代我扩护我爱丽 从我沿着我后拳 叫我笑一个该了 和我后爱丽 后老师 爱丽老师 今天就是证明自己 最好的机会了 要不然你给我们 展示展示咱们 五声的这个身手 哎呀 我今天都七十五了 就在那大闸子里面 哎呀 来一声 来一声吧 来一声 展示展示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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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呀 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猴圈吗 哎呀 这还是75岁的人吗 哎呦 今天爱丽老师可让我们开眼了 不见得你 给我们画了个大大的惊叹号 为爱丽老师点个赞 我们都说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我想问问齐老师 您这些人物 比如倒霉大叔啊 卫书兰啊 还有喉圈 有没有生活的原型 有 人民群众是我们创作的 源头祸水 比如说这个 长达美这个交叉 有一天早起一大早 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民 到我家来 他说我听说你是个鞋戒 我今天请你帮我鞋戒 我要告告我们村里两个赖货 这两个赖货呢 头上绳床 就得下流浓 坏一头了 他是一生开个棺材点 似乎都要见 我要告应他了 等于起车压落伙 撕了也遮 压告不应 等于拉墨率短桃 空转一圈 这都是稀后语啊 我一看这老前 他说我名字叫畅福贵 从他身上 确实是能看到 我们中原农民的一种形象 沸浦闪亮 灰泻油膜 说说这就是后来的 倒霉大叔的形象 所以齐老师 这个生活就是最好的老师 答案都在生活里 我们文艺工作者 就得善于向生活学习 观察生活 体验生活 书写生活 这就是生活有多神作品有多高 倒霉大叔的婚事啊 就是这么一部来源于生活的立作 这个戏的剧本荣获了草语戏剧奖 对 电影《倒霉大叔的婚事》也荣获了全国优秀戏曲影片奖 对 郑福江 这部戏演了六千多场 六千多场 这些人物深入人心 特别是这个可爱的倒霉大叔 任老师是我们中原大地难得的因为喜剧的艺术家 任老师演了一辈子戏 大部分戏都是现代戏 六十年代的人坏马脚 八十年代倒霉大叔 九十年代我爱我爹 以后的胡都不砸锅 刚求行就 三尘风流海等等等等 都是农民形象 那我就问问任老师 这么多角色中你最爱哪个 我最爱倒霉大叔 为什么 倒霉大叔是个新时代 新农村 新思乡新任务 电影代表 它是华时代的 没倒霉的 就是好像是身边发生时一样 就是群众喜欢 所以说演戏演这么些张都看不翻 所以这个一个作品啊 只有它与时代同步发 同步 以人民为中心 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才能够获得老百姓的点赞 对 剧组里还有很多的那个 不为人知的一些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任洪文老师 还有爱丽老师 是这部戏的导演 小哥 我再保个了 这个七皮老师 她是烟院出神 她的嗓子非常好 她烟过少剑婆 她烟过船班 烟过国剑光 还烟过刁德怡 她原来她老贤系 叫安言 今天叫她烟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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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 你来了 你来了 你还一样 熊猫拿了吗 不用 桌子嘞 木纳 手机嘞 看木埋嘞 那你来干啥 你看 你看看月亮 月亮可怨 可怨 月亮找到我的脸 脸在看看我的烟 啥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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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两句吧 唱两句 唱一句 月光下 我把他自信想看 只见他熊大大 低头无眼 看他烦 他有一首好真相 鞭纸上一定是 手艺不凡 头穿他可把了好事印象 傻觉死了想带戏 唱他一百年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七十周年大戏看中国 倒霉大叔婚事剧组 欢聚在我们的李渊春 接下来咱们就有请 倒霉大叔婚事的原班人马 为我们奉献 预句倒霉大叔婚事中的 一个精彩片段 以后 花直轟 张大叔婚事 嗯 好 哎 还有 şu 在我 首次 你 让我 可以 夜泪流 即使不见人消瘦 难受我心中 无语长 温那天三颗流在北海上 破坏了 你以为我 要担心的声音 太多了 不使我心中 要担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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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之臭之悲情 失窥失禁 事不成啊 事不成总还要把情来留 我母母怜念 母母愁 不顾儿子 不安休 谁多久累到的大门口 看穿一笑 请你说一话一混游 请你把我的情意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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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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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辈子真是最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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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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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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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船 说不定啊 空船 你咋不想去 从来是不过来是非 冥心的仰安排你 才能转向 吃啥东西 唱歌 先不发脾气 这把诈 打败我实在去 要插出空船 我作品 从来给包里扔到饿里 为别 为啥抓你啥我 先生先生 接着都是你的面 罚货任用是你手 哎 问题就处在那四块银元上了 你 你真贩卖银火了 我能干哪事 四块银元在我家放了多年 没啥用处 临头 你说看表妹少傅桌子 我把她带到光州了 我在市场上 发现有个卖银桌子了 我想说拿出银元给她对话呢 哎 叫老光抖住了 那后来来 你 把银元我没收了 用钱又买了一副给 你看看咋样 干杯都带什么 哎 哈哈 祝德娘 后期要飞机把桌子买回来了 你就带上吧 带吧 哎 都不是她 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快 很容易 快点 matching 走了 走了 河南玉剧院三团创演的大型现代戏 焦玉露 以崭新独特的视角 演绎历史往事 以凝重朴素的笔触 描摹人物形象 玉剧焦玉露先后荣获了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一名 中国艺术节文华大奖的第一名 而剧中的主演贾文龙 更是获得了文华表演奖第一名 所以他们也以创纪录三连贯的成绩 创造了河南戏曲的新历史 接下来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有请焦玉露的主演和主创们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现在在我们舞台上就坐的三位老师 玉剧焦玉露的编剧 姚金城老师 我们的作曲 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国安老师 还有我们焦玉露的扮演者 大家非常喜欢的贾文龙老师 欢迎三位老师 这部戏创作于2009年 您作为编剧 当时您觉得最大的困难 或者说您是如何找到新的创作的点呢 我当时感觉着很有压力 怎么能够协助心意 让50年前的兰考王室 能够让当代的青年观众 能看懂 能够被吸引被感动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确实很不容易 我听说这出戏 光改稿前前后改了很多次是吗 对 参加中国艺术节理那次 标志24号 剧本创作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就该要作曲了 刚才我们的编剧姚老师也说到 在最初接到这样一个任务 或者接到这样一个创作题材的时候 自己感觉压力很大 那我相信作为这部戏的编剧 赵国安老师 您的压力应该也不会小吧 是 我们来接这个任务 感觉到是一个是比较严肃的题材 再一个是一个 也是一种光荣 这个剧本出来以后呢 我们成立了音乐组 当时开始就制定这个戏的音乐的主题 焦鱼录的唱腔 成败与否 就关系到这个戏成功与否 所以他的唱腔呢 我给他定的基调 就是要严肃的 朴实的 大方的 要有一种清和力 刚才姚老师说了 这出戏在编剧的时候 稿子改了二十多稿 我们也是团队介入来编剧 应该中间也花了不少心思 你想一想 剧本一改 只要牵得到唱词 就牵得到我的音乐 我记得 前前后后啊 我音乐上大改 最少有八到十稿 小改就更别说了 我们就是为了争取精品 文龙的一个动作 都是在磨 只有磨才能出精品 经过精雕细琢 不断地团队 每一个人的努力 最后才出了 这样一部精品的一作 我们得问一下 贾文龙老师 当时您获奖之后 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之所以能够火打江 我得感谢 我们后书记焦一录 我是展览焦一录书记的光了 我感到很荣幸 焦一录这部戏呢 在全国巡演了很多 每到一处 都是大受观众点赞 有没有哪次演出 让您是印象特别深刻的 我们12月份去北京 参加全国第十次问答会 有幸迎来我们习近平总书记 前来观看我们文艺演出 那么我在这个文艺演出上 演出的也是焦一录片段 百姓格 演完之后 很荣幸 收到了我们 敬爱的习近平总书记 接见 我说我住院的焦一录 就是在烂靠县 创派的 习近平总书记 对着我说的这个一句话 你演唱的如心如力 所以这句话 对我太鼓舞了 也别从我在以后的 这个艺术生涯中 每做到一个任务 都要如心如力 这样才能大动观众 这次经历 对于贾老师来说 一定是一次莫大的鼓励和鼓舞 今天我们机会难得 把焦一录的几位主创主演 都请到现场 那接下来 我们就再次有请贾文老师 给我们带来 焦一录当中的精彩片段 掌声有请 大嫂 你们是哪个拱舍呢 是挖药拱舍呢 挖药拱舍 你们哪儿 有个叫宋铁城呢 你认识不认识 你问他敢啥 我想大提一下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认识 那是个蝶 啥 宋铁城 是嫩蝶 孩子 叔叔 孩子 叔叔 叔叔 孩子 你是何人 你给他们说说 叫我上车吧 俺套饭是 不说俺是烂靠人 总部 他大叔啊 俺都是一天一夜 睡眠没打压了 这把不上货车 可 可早敢呢 就是给他们说 说叫俺上车吧 讨法的时候 我还不说俺神让承认 娘娘 娘娘 快快快 娘娘 娘娘 孩子 娘娘 孩子 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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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累自 Sans 优优 我 我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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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大嫂 这是寄进两票 拿上到郑州 给孩子卖个磨吧 给 不 不 还不能 要你来两票啊 大嫂啊 好 孩子 拿着 叔叔 我不要 拿住 拿住 拿住吧 娘 娘 娘 我儿人哪 哎 哎 大嫂 孩子 你们快起来 起来 啊 快起来 起来 啊 啊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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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啊 啊 哎呀 南南考县县委书记 焦与陆瓦 焦书记 站在这里 我不知道对大家 说什么才好 我代表南考县委 给乡亲们 道歉了 焦书记 我这里想大家 说声对不起 这一声对不起 这一声对不起 说不清我心中的愧疚和焦急 说不清我心中的愧疚和焦急 刘吉 为酒鸡逃皇时 穷义日记 赞有志气 靠双手开出心境 春耕事 我一定到这村去 盼你们平安托平安 为无比无计 盼你们 盼你们给我提前意 盼你们与我同奔心 咱不愿天 不愿地 靠我们自己就自己 出山海咱们养公干空 盼我们整齐不改变求年猫 我 我绝不法乱考虑 我绝不法乱考虑 盼书记 人一定回来 人一定回来 乡亲们 大家要保重了 盼书记 乡亲们 大家要保重啊 盼书记 盼书记 七十年斗转星移 七十年征翻万里 神州大地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中原卧土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大戏 与时代同步伐 以人民为中心 以精品奉献人民 用名德引领奉上 让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情 投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 创作出更多 有温度 有情怀 有担当的戏剧作品 向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祝福伟大的祖国 赛作人 祖国你好 你的耳朵都在为你祈祷 愿你将将来耶泛坏兴树 甜蜜蜜的好日子 También Herrschild 祖国你好 祖国你好 我们都生活在你的怀抱 愿你随随平安 事事如意 少年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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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你好 祖国你好 你的耳朵都在为你祈祷 愿你长得快乐 人人幸福 甜蜜蜜蜜蜜好日子 欢欢笑笑 欢欢笑笑 祖国你好 祖国你好 我们都生活在你的怀抱 愿你随随平安 事事如意 祖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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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海中的生气 风光大陪路都不要 秖国你好 祖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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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海中的部族园 亲爱的朋友们 大气漫中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别节目 下周欢迎时间 明月春里不见不散